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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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就说的好 他说他后来发现他真的看了那些片子是不舒服 当然没有人强迫他看的 他还是很自愿去看 但看了之后 他后来仔细分析自己的不舒服 那个答案就是说 凭什么他年轻就赚这么多钱 因为他自己是哭过来的 而且他还这么快乐 这么多美女愿意跟他上床 他又不用负责任 他说他基本上他的不舒服是出于一种忌妒 你的朋友还蛮诚实的 对 那你呢? 我是这样觉得说 一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是很后知后觉的 因为我平常其实没有很多时间花在网络的空间 但是当他们开始讲的时候 我还是有怀疑说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所以这个心理本身已经在跟这件事件在对话了 所以每个人其实接触到这件事件 他就是要有一个心理上的调食 那我们每个人的调食时间不一样 你可以说那些指责 就是叫虚伪的人 可能到现在都没有调食过来 但是我们很快 那指责阿娇虚伪对不对?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状况 是谁去指责他 谁是第一个去把他这个东西给点出来 因为不同的人讲这句话有不同的意义 我觉得主要是媒体 这种指责阿娇虚伪的人 我们其实是一个媒体的操作的习惯性手法 比如说他们在用一种抓女巫的方式 他们很喜欢发现一个名人 其实背地里是金玉其外败序其中的 所以虚伪常常出现在很多名人出事的时候 像台湾最近很流行的就是名人酒后撞死人 当然那个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你看他平常看起来好好的 可是其实都是喝个烂醉 然后开车回家 很多人都很喜欢发现名人的表里不一 但是我觉得我要替阿娇讲话 我觉得他也许就是说他只是爱上了一个 玩世不恭的男朋友 其实你从照片来看 很喜欢拍照的男朋友 对不起我看过 可是你可以感觉到他是个小女人 他还是很 他在拍这个照片的时候 他是百依百顺的 他很喜欢这个男人 而且他很娇羞 事实上很多女人 也许他本身很保守 可是当男朋友有这种拍照屁的时候 他其实是会顺从的 他也愿意配合 所以他说他以前很天真很傻 这也没错 阿娇现在几岁 27岁 他那个拍的时候可能只有20岁 但是所以关键就在于那个什么玉女形象 你知道 我觉得那天咱们说我还说 我一开始也是你这种想法 就是人家关起门来的事情 不需要对你负责 这是个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可是我后来听了这个饭桌上的议论多了之后 我发现混淆了 就是谁都有谁的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比如作为歌迷或者来说啊 哎 你娱乐工业打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偶像 我买的就是这个清纯 就好像说你的售后服务 你不能有错 文桃文桃 我是这么觉得说 常常听到这些话都是成年人讲的 对 而且都是在那些40岁以上的人 其实阿娇拍第一个片子的时候 他就是穿泳装出现的 对啊 但是其实对性这个东西没有这种想法 他卖弄的是少女的性感的 对啊 而且当然我觉得说 每一个歌手或年轻的明星 都有被造唱片公司强力包装的部分 我个人也访问过阿娇 其实我觉得他在镜头上表面上很少话很迟钝 他只想把这个访问做完 因为是公司安排他来的 可是他虽然表面清纯 我觉得你不能要求一个表面清纯的人 性行为也一样很清纯吧 但是你知道他这里面涉及到一种心理 我有时候觉得 你要是全世界的人都像我这样就好了 为什么呢 我从小就分得清楚 就是说呀 就比如说我这些照片 根本不影响 什么阿娇张伯芝在我心里的演绎形象 因为我从小就知道 他当然 他就是演一个明星嘛 他当然是演的 他就是个演员 对 你把这个梦 就是娱乐工业造出来 你把这梦当真了 然后你失望了 那是他错了呢 还是你错了呢 所以是谁把你叫成这样子的 对 可是呢 人家还有一种理 就是说呀 你不能这么说 那么 这个里边就说有娱乐工业的问题在内 我记得这个大陆有一个摇滚 崔健 曾经批评过 就说整个亚洲的娱乐工业 在利用青年人的身体 你发现没有 不讲你的音乐 不讲你有什么音乐 你没有一首让我们记得住的歌 这不管 但是呢 比如说那个靓仔 靓女 夸着弄出来 完全是在推销身体 推销身体 你知道就好像有种什么阴谋 就是说 人人心呢 本来就有偶像崇拜的这种 你说是愚昧也好 或者说是这种人性也好 你比如说人都有羊群心理 希望看见一个明星 希望有一个追星 偶像让我追 好 娱乐工业投其所好 你要你喜欢清纯吗 是啊 我给你弄各方面 甚至他嘴里说的话 都是公关顾问 教他说的 对吗 他只是在公众面前 他要做出这样的形象 但是别人指责的依据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 那是啊 那你给我卖的 不就是这个吗 不就是一个假定吗 假定 好像你应该 没长着生殖器 想这个吧 你就不该上厕所 对吧 那么你现在私生活不检点 你反正不小心 你不小心你穿了帮了 我当然有理由讨回票价 但是这里当中 卖假货呀 可是这个叫私生活不检点吗 我个人也不认为 陈冠希或许是她的姓伴女 是多了点 可是你觉得这个女生 可以因为这样的东西 就说她私生活不检点吗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讲 那个偶像文化的东西 其实香港并不是 从第一天开始 就有这个东西 它其实也是一种模仿 它经历一个过程 比如说日本的那个偶像文化 才是真正的 对我来讲 所有的起点 我就是从十几岁 就开始看平凡明星 这种日本偶像的杂志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们男的女的 其实就是夏天的时候 特别的好看 因为都是穿泳装 那这个所谓青少年的身体 这个部分 它其实可以针对三方面 一方面就是 年轻人可以消费他 因为他可以认同 年纪大的人也可以消费他 那第三就是媒体可以消费他 所以其实你说 从小到大 日本那个Johnny事务所 有多少的风波 就是围绕这一个方面 但是日本人 他们有自己的一种社会道德 跟社会文化去消费这东西 我觉得大家喔 观众的心里全世界都一样 都喜欢看到年轻漂亮美丽的东西 所以你看日本偶像剧 或韩国偶像剧 即使是在分手啦 甩耳光啦 快死啦 得癌症快挂啦 还都带着假睫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萤幕嘛 那其实很多都只是 我们观众去投射心里说阿娇是个玉女 可是他有一直说我是个处女吗 他没有啊 所以这个事啊 我就觉得 而且你刚才讲是消费啊 我觉得这次 其实香港的这个媒体啊 应该向陈冠希鸣谢我认为 听说大家恭喜发财 因为这个事卖销量增加了多少 你想到没有 所以我觉得媒体也是一个加害者 而且他们从加害中获利 他们也确实是在消费这些名人啊 而且我觉得 他们是觉得他有错 而且我觉得现在呢 媒体啊 就似乎 包括在人们的议论里啊 现在这个冠希啊 被当成一个反派 一个一个角色 你看他出的照片 我给你看两张 媒体上现在登陈冠希的照片 基本上都是这味道的 都有照相机的 你看这个神情 那个神情都是威胁 对 你再看下一个 嘴就是歪的 你看这个翻白眼的 是吧 他现在呢登这种照片 而且你看今天我还在报纸上看 何鸿燊都出来讲了 说这个陈冠希这个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照相呢 啊 而且呢 而且似乎现在有一种感觉 很多人就说 他为什么不回来 嗯 那个意思就是你你你惹的事 你回来 你你你害了那么多人 是吧 你回来难道没有个交代吗 嗯 好像是有这样一种潜在的呼声 嗯 我觉得叫他回来也好 让阿教盗窃也好 其实都是可以说是某一种的表面 因为在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 大家希望在当中 可以再发掘一些东西出来 比如说像最近那个暴力已经升级了嘛 就是我们看报纸已经说 多少钱要买陈冠希的一只手 50万 对 江湖追杀令 对 他这个连续剧啊 他不回来这个戏也不下去 但是传媒 但是我看到有的传媒还说 这事是陈冠希自己设的局呢 哦 我想每一个新闻事件 只要是出在名人身上 也都会有一半的消息在说 是你在炒新闻 对对对 这是你自己发出来了 先去一下广告 这有的聊 枪枪三任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报上就何鸿燊呢 就是还说陈冠希呢 就说现在好多人就说他这个 人不好 不好在哪里呢 在四尾窗啊 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种男人 其实是挺讨厌的 嗯 就是跟谁上床 恨不得全世界人都都都知道 我跟谁谁谁 哎他们很多人就说陈冠希就这样 嗯 所以说恶有恶报什么的 嗯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他个人的一个 而且我说说不定 你说陈冠希很喜欢秀东西给他旁边看 也是传媒写的 嗯 如果他真的很喜欢秀给别人看的话 不会隐藏到电笔记型电脑送修 他才会爆发出来 不会 因为大家偶尔相反 就说你们这个 他就涉及到他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啊 就现在对这个事情这么多的攻击里边啊 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一直讲公众人物 应该由你承担的责任 对吧 嗯 但是我现在觉得要真算保险的话啊 就是说 是不是假定你要靠出名证 你必须啊 这才叫潜规则 咱跟公众之间达成一种潜规则 就是说这个潜规则不成文的 你要想靠出名挣钱 是不是你应该过清教徒的生活 这样是最简单的 我想这是一般大众的猜测与要求 但是这个是 其实有时候是大众没有把问题想得很清楚 也没有把自己的文化弄得很清楚 因为我觉得整个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所谓的艺人制度 它其实是一个好莱坞从美国来的一个制度 那美国人本身他对性 对很多这些东西 对个人的人格发展或什么的 他都比较有一个社会对他的一个尊重 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是你的事情 所以外国也有狗仔队 但是他不会变成是New York Times的头条 或许相对来讲其实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一个思考 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子一发生这些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压抑 小孩子在美国很多 除非他是清教徒 或许他基督教这个东西很重要 不然的话父母都会觉得说 17岁18岁他应该有性生活了 对 所以没有育女这件事情 而且人家已经27、8岁了 不过我觉得我要讨论的是 除了美国跟我们对性的观念不同 我觉得华人社会对男女的性别观念也是不同 你算柯林顿的事件好了 就是当然啊 美国人后来觉得一个总统只要经济搞得好 他后来搞什么 大概只是拿来茶余饭后聊一聊 并没有真正因为这样让他下台 可是在台湾曾经有类似出现过一些色情光碟 或者是绯闻事件 可是我后来发现摧毁的都是女性 那个女性永远永远就躲起来 有的只是她被强迫拍裸照 一个女明星 她后来就是因为那个歹徒跟她勒索 想要公布那裸照 其实她是可能是被强暴的 或者是受到暴力的 她必须躲到美国去 从此就不再唱歌就十多年 她只是要等那个事情 看是不是不会再发生 女性 华人女性对于身体被暴露这件事情 要付出的公众代价 其实是很大很沉重的 我所看到的这些女性 唯一现在还可以站起来的 真的还只有曲美凤一个人 但是曲美凤你没有发现她在台湾 她也没有办法在台湾真正的 完全被接受跟立足 当然还有这个刘嘉玲 可是因为刘嘉玲她是被迫的 她绝对是一个受害者 可是像这个台湾有很多事件 有知名的主持人 嫖妓不付钱的事件 不要讲是谁 然后确实那件事也搞得很难看 有知名的主持人因为太花 然后就被拍色情光碟的事件 然后后来被勒索 那他们其实私德上都有问题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 当他们被谴责一阵之后 后来就再加上吸毒 什么样都没关系 这些男性 不断重生 对不断重生 而且大家都会原谅她 可是我看到的所有的女性 几乎就从此在她的土地上 销声匿急 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是陈冠希 我倒觉得不管你现在在谴责她 依照华人社会的心理运作原则 过两年我可以跟你保证 大家会原谅她 那可能呢 心理负担比较大的是谁 我觉得她的前女友 前女友跟男友做这件事 拍个照又怎么样 可是她一定会 在她以后的人生留下阴影 因为华人的男性很不喜欢 自己的妻子的 怎么生殖器官全部被看光光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与流英无异 我觉得这是华人社会的事情 啊 洋人就喜欢吗 洋人他们比较 有一些人比较能够接受 理解能够 你说像Paris Hilton 这个希尔顿的这个继承人 虽然他爸爸对他很不爽 此夺他的继承权 可是当他的男朋友在网路上 公布他的性爱的那个DVD 而且在录影店卖的时候 他当然很生气 因为他被侵害 于是他就告他男朋友 然后拿到了和解金 拿到一千多万台币的和解金 大概是两百多万港币 可是呢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他的律师就告诉他说 你的损害已经造成了 大家都在传 那这样吧 就收版权费吧 于是他就一个人跟他 收一半版权费 然后 这位这个希尔顿小姐 我觉得其实脸皮厚哦 在洋人世界 就无难事 他今年还得到哈佛大学 给他颁奖 就是很杰出的风云症 我觉得 其实阿娇也可以成功转身啊 有点难 打造一个性感形象 也二十七岁了 就别育女了 嗯 就是那种性感形象 是不是就火了呢 这要看他的公司啊 就 看他的公司 越不可以 我觉得你现在要用这个方面来 就是光是形象去改装的话 我觉得大众可能不买单 对 但是除非他真的开始变成一个很感言的 或许很有自己的思想的 比如说像麦当勒 麦当勒以前也 小时候也拍过一些 就是说那个 我们叫那个小电影嘛 但是到后来他 其实这个东西对他的影响不大 像舒淇也是啊 他后来所幸出来拍裸照 麦当勒 对啊 因为他反而把这个东西变成是 他整个事业 或许个人形象 或许个人性恋的一部分 整个麦当勒的事业 都是跟身体有关的 有时候他用身体去挑战宗教 有时候他用身体去跟宗教 又找到一个契合的地方 像他最近的所有这些歌曲都这样子啊 他有 所幸远就来个叛逆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 阿娇有没有自己独特的才华 可以在影剧圈生活下去 还有在华人社会 你只要出过这件事情 真的你的脸皮必须跟犀牛皮一样厚 因为那个后来的那个议论是 永远不会停止 而且网路世界的东西 一百年都会存在 哎呦 咱们去下广告了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艺人啊 明星啊 他的这个心理状况 或者说他平常的这个生存呢 实际跟一般人想象的 是很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挺特殊的行业 你看经常看的什么吸毒啊 或者就动不动就崩溃了 或者就这个人 就精神出现这种问题 我是觉得啊 出名其实就意味着与世隔绝 出名就意味着跟人 我都没什么名了 这是你个人的体悟 我上街已经没什么人认识我 我尚且都能感觉到 比如说我现在会认为我是个孤僻的人 对吧 与世隔绝的人 把自己关在屋里的人 但是我那天想 我以前是这样吗 好像不是 以前我会出去逛一逛 周末到朋友家里串串门 而且好像都有说有笑的 其实 我记得我以前是那样的 但是也不知道 是不是跟这个出名有关系 这些年来慢慢的 慢慢的就越来越离群所居 然后觉得呢 你知道就是说 他会觉得 在屋里待久了 你会获得一种幻觉 什么幻觉呢 就是全世界只有两个人 一个叫我 一个姓外明界 他就叫外界 你明白吗 所有人都一样的 有时候你背着包出门的时候 甚至还要鼓起勇气 这次要跟老外打交道起来 这次要跟 然后晚上可能觉得遍体鳞伤的 就回了家 然后如果网路上也出现一个 你的什么大新闻 那天你简直没有办法走出门 有啊 对 有啊 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 而且你有的时候会觉得 他的生活状况 为什么他精神状况 他跟日常的这个人呢 他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说明星都要戴墨镜的其中个原因 有一次我跟吴燕柱走在街上 我就明白了 就是因为每个人好像都在他的这个眼睛当中 想抓住一点 就是我看到你 对 所以变成说当你成为别人的欲望的时候 你当然会很不舒服 因为人人都想在你身上掏点东西 所以别人看你的眼神跟我看到别人看我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很多时候你不理解 大家说明星戴眼镜啊 哎 好像还怕人认出来实际上更容易认出来 可是实际上明星跟我说啊 他带机场在哪他带大黑墨镜啊 不是说怕你认出他来 而是你知道吗 鸵鸟政策自己给自己一个感觉 好像不用面对那么尖锐的一些个冲击 而且你也不需要让人家看出你的疲倦 或者你在想什么 对 我想我也不是那么有名 不过在台湾很多人会认识我 你是很有名 然后你知道连我先生都感觉困扰 所以我觉得连名人的婚姻有时候很难维持 我跟他在吃饭 然后就有一个人说 嘿吴小姐又见面了 然后我就说嘿你好 他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谁 我说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不能说不认识你知道 因为人家可能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高傲啊 很怎么样啊 不久你的负面新闻就出现 一直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任何一个男性朋友 愿意跟我一起坐在即使是谈事情 两个人一个桌子吃饭 没有人愿意 为什么 因为我说可是我已婚 他说你已婚更危险 那我就第三个 这个东西是不是在过去十年 或许五年是特别的严重 对就是因为狗仔队的文化 他只要拍到你任何照片 他就可以编拍一个事实 还有我们要提到戏剧演员 我自己也演过舞台剧 我其实后来演完我是崩溃的 我演那个是欲望街车的白蓝旗 其实我是崩溃的 因为那个戏里面你很苦 你要投入很深 尤其是像他们这些戏剧演员 一部电影 你很可能24小时都不能睡 导演说起床你就起床 你根本就睡在片场 那整个精神状态 其实都在很高亢的 我相信你崩溃的演员一定很多 等那个舞台落幕之后 那种孤极 那种突然又回到现实世界的 导演其实都可以崩溃 对 我知道你也常崩溃 对不对 其实是很苍凉的 所以为什么明星要吸大麻 当然是不对 可是我知道他们 只有在一种非常偏激行为中 才能找到高潮 包括性行为 他有时候是找一个出口